我现在是在国台办新闻发布会现场 12月13日上午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热点议题回答记者提问 而我今天关注的热点 是由两岸有关机构共同主办的 2023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结果日前在台北揭晓 融字以最高票当选 发言人您好 中国台湾网提问 由两岸机构共同举办的 2023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活动 吸引两岸超过1500万人参与投票 那么最终融字最高票当选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这一个融字呢 代表了两岸民众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的共同的心声 也反映了两岸民众的朴素的愿望 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 可谓是一字千言 众望所归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立在两岸当下 公在民族千秋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以通促容 以情促容 以力促容的重要指示精神 制定出台并推动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 海峡两岸融合示范区的意见 举办了海峡论坛 海峡青年发展论坛 海峡青年节 海峡两岸交流融合月等重要交流活动 邀请岛内各领域各界别的人士来访交流 进一步完善增进台湾同胞扶植的制度和政策 为广大台胞台企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 参与高质量发展 提供更多的平台 创造更好的条件 我们希望两岸同胞携起手来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回正确轨道 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享受到两岸关系 其乐融融的发展红利